美国联邦政府星期五通知美国所有公立学校 必须允许变性学生使用符合他们自选性别的卫生间 这封由司法部和教育部高官签字的信 为学校领导制定准则确保没有学生会受到歧视 根据美国的政治制度很多教育问题 由州政府和大小不一的地方学区所决定 美国公立学校现在有责任认同变性学生的自选性别 即使他们的教育记录或者出身证明文件上面表明了不同的性别 该指令不具有法律效力 但吻含着一个威胁 如果学校不遵守联邦政府对这个法律的解释 将可能面临诉讼或者失去联邦的援助 不兴容队 文件 授卖 麻衩 相远 多